欢迎观看我们的博客 这次的博客是 说说财 大家好 大家看到财这个字的时候 会想成什么 因为日语的 碎和财 有一样的意思 所以很多人会想成 财就是碎吧 其实 汉语的财常常是副词 而且有几个意思 希望大家知道一些用法 1. 表示刚的意思 我上周才去过东京 2. 表示时间晚 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今天九点才起床 3. 表示数量或岁数少 他才一岁 这本书我才看了一页 4. 极有财 极有亲自去看 才知道真实情况 这样才好 财当然还有名词的意思 比如 人才 才能等 怎么样 知道以上几个意思了吗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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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